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Ea 我們現在打一下三豐王 奧丁的再二級喔 那這邊的話 幫大家來實戰一下 這個最新的一拳超人合作 祈鈺老師 好 那這邊也是全合作配置 龍科就幫我帶上自己的武裝就好 我這邊是帶紅手套 我不是帶那個工作服喔 好 那這邊如果我的隊伍跟龍科配置 你有疑惑我沒看清楚 可以按暫停稍微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邊打邊講解 來 第一關這邊我們等到CT1在進攻 先偷兩回合 好 兩回合之後呢 我們抓著自己的祈鈺老師喔 一定要抓自己的喔 因為加C的效果是羈絆 所以一定要抓自己的才有 你抓副隊是沒有加C效果的喔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抓著 然後正常去轉就好了 阿記得也要消到才有加C 那這樣左上角那個7C負面BUFF 就比較不用擔心 OK 好 來 接著第二關 好 來 第二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一樣先繼續偷 然後這邊偷到 地皇 就是King跳起來 我們就可以準備進關了 好 跳起來之後 這邊我們就直接開始轉 然後我們轉個5C就好 那一樣記得 消到祈鈺老師的角色珠喔 好 OK 來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這邊2-3盾 那我們就開著祈鈺老師 然後直接去無視掉他吧 對 有弱轉無效啦 所以也沒差就直接轉就好了 對啊 因為是100康 所以combo會計算很久 OK 好 來 接著第三關 第三關這邊的話我們就用King來無視他的弓前盾 好 那這邊就直接去正常轉就好了 好 記得把紅綠燈轉到 好 閉岩10秒轉租時間真的是很久喔 所以你就慢慢去把它轉到就好了 這邊沒有手消禁止任何東西啊 所以不用怕 好 來 這邊直接錘過去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第四關 好 來 第四關這邊電擊珠 我們就直接正常轉就好 去把電擊手動全部消掉 其餘老師碰到電擊是可以繼續轉的 好 來 接著二血這邊是凝結珠 我們就直接開其餘老師 然後去把他移掉 好 來 這邊直接錘過去 好 來 第五關 好 第五關這邊的話 手消大於等於指定7就可以了 好 他沒有說一定要7啦 所以這邊我們就直接去正常轉 好 啊 對不起 右邊那邊的新珠沒有弄到 這一回合失誤 我自己擋 我自己擋 好 來 再一次喔 1 2 3 4 5 6 7 OK 好 OK 這樣有到7就可以了 你轉到8或9也都OK 沒問題 好 來 這邊就直接錘過去 來 接著第六關要打他30下 這邊就用戰力的龍捲 好 然後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去排珠 然後不要手消到新就沒問題了 其餘老師角色珠可以多抓 因為其餘老師他不會進到疲憊 所以就等於說這邊的話他也可以幫忙多打一下 比較舒服 好 那這個效果會持續兩回合 剛好就是兩回合之後 應該就差不多收掉他了 好 這邊那個吹雪打出去的傷害真的是也非常多下 好 來 再一次 記得喔 就不要手消到新珠 消到不會怎麼樣 只是就要多浪費一回合 就比較 可惜一點點 好 好 來 這邊就直接灌過去沒有問題喔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用吹雪去無視反手消 然後把其餘老師打開 好 那要注意喔 要開自己的其餘喔 因為無視反手消是只有隊長可以無視 英雄協會成員的隊長無視 那這邊就是靠 其餘老師去把這個 無數灌過去了 OK 來 接著第七關 好 第七關這邊三隻自爆 我們就是不要去消到三屬就好了 讓他三隻一起爆沒差 但前提是你血量要跟我一樣啦 他三隻一起炸過來是多少 十二萬 我們就稍微自己看一下 血量有沒有到這個數字 有到的話就讓他三隻一起炸沒差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來 接著來到第八關 好 第八關這邊就是浪費生命盾啊 然後這邊的話就每回合去轉隊combo就好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一開始是六康 然後他會七 八 九 十 這樣順過去 好 那必言十秒轉珠啦 這邊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 就直接去把他轉隊就對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OK 對 你可以發現他轉租時間拉長 你失誤的空間就會變多 所以這邊就不用擠喔 慢慢來就好 好 來 接著是八康 八康你可以像我一樣 就把兩組六顆黏在一起 然後剩下全部三三切開 這樣就 這樣就是八康了 好 好 九康 九康 九康就是一組六顆黏一起 然後剩下全部三三切開 這樣就是九 好 那十康就不用講了吧 全部三三切開 好 OK 那只要轉隊他就會自己自殘死去 所以這邊原則上也沒有需要太擔心的點喔 好 來 接著第九關 第九關這邊我們就洗六回合 那這邊要怎麼洗 就是抓著水珠起手 然後去把全部的水消掉 呃 加護消掉也可以啦 或者是你甚至只有手消水也OK 好 那他反擊再加打過來 大家注意一下這個數字 反擊再加打過來是17萬 所以你要稍微去回個血喔 那這邊回血的話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就是如果可以就是光 不 心一組五顆 或者是光一組五顆 啊不然就是光心 各一組然後三顆這樣子 也OK 就看你自己怎麼操作 好 這邊是消心一組五顆 那回的血量大概是這個數字 大家可以稍微感受一下 好 我們這邊就是再一次 對 因為你只要有把它嚕成強化 那個回血量也會隨之改變喔 所以 回血這邊我是覺得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啊 好 好 這邊原則上就是洗六個回合 好 只去消水也OK啦 總之就是血要有回到就對了 他是打17萬嘛 剛剛那個數字我請大家記得 啊 對 你也可以轉直行 稍微吃個昇華 這個也是OK的 好 你看有吃到昇華 他那個回血量就又不一樣了喔 好 來 這邊我看 你就看到奇遇老師剩下二 我們就可以準備進關了 所以這邊現在我們可以正常轉 那既然要帶走的話 我們就是抓著奇遇老師的角色租下來 然後留 不要手消到水 然後留至少一顆加護租下來 這樣子就OK了 好 這樣 OK 好 消到水了 這樣 應該沒有消到 好 記得至少留一顆加護租下來 好 沒有帶走就是再多花一回合 哇 你如果加護租那個全部消掉 就 慢慢去把他再帶走就可以了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垂過去 沒問題 那接著就來到王一了 好 那王一這邊的話是強化盾 一血是強化盾 所以不用擔心 我們那個奇遇老師路過去的前100顆都會 100步啦 都會變強化 所以這邊我們就直接正常轉就好了 好 好 那這邊奇遇老師的平砍 要直接打過一血是沒問題的喔 直接打破千億了 好 來 接著拼圖盾的部分 我們就直接去無視掉 好 這邊一樣角色珠抓下來 OK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 我們開一個增傷下去 好 來 接著我們就是靠龍卷姐妹去追打那個 啊 這邊先開那個 龍卷 不是 這個是什麼 吹雪啦 吹雪 然後龍卷去追打無屬色白白 這一條血是 反強化盾喔 所以就靠吹雪去打了這樣子 好 那你這邊的話也可以稍微再補一個增傷 你只要光奇手就是有1.8倍 好 那我們這邊就主要全都靠吹雪去打了 好 這邊就把他排好 對 因為嚕過去還會變成強化啦 那有人也有提到一個方法 就是說 欸 那我們就 角色珠抓下來 然後走100步 之後 然後其他都不要變強化 這樣也是可以啊 好 這邊就靠吹雪的色白白來打出去喔 好 來 這邊直接打穿 完全沒有問題喔 好 來 最後一條血這邊的話 我們就直接開奇遇老師下去 好 那一樣 角色珠抓著 一康送給他 喔 排珠效果還在 所以 那也會拖比較久一點 然後把他全部錄成強化吧 好啦 那以上這邊的話就是 奇遇老師通關這個 三豐災二級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喔 你看我 結尾都已經收完一半了 他居然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排珠排完 呵呵呵 好啦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撲